我是王宇博,然後他是呂天翼 然後今天我們兩個要玩一個遊戲叫做輾轉相處對局的遊戲 我們一開始呢,要先介紹規則 規則如下,雙方各自寫一個自然柱 猜拳決定誰先手誰後手 之後呢先手的呢,從較大的柱扣去較小的柱 然後之後呢,較小的柱你可以選任何他的一個倍數,然後扣掉 但是不能使最後結果變成複數 最後呢,後者亦然 之後呢,要怎麼看誰?就是輪流 然後到最後,誰得到一對數,含有一個零,就獲勝了 先舉例說明一下 像剛剛有人玩的,他們的這個數對是47跟97 之後呢,他們選擇的是大數-小數 那,他們剩下的他就是選 小數選大數,你剛剛講錯 然後之後,剪出來的話,就剩47跟3 然後之後,再剪的話,他就剩41跟3 之後一時內推到下面 好,OK,繼續 你們成幾杯都要唸喔,開始 喔,開始 好,現在問題就是,剛剛是先手勝還是後手勝? 那一定是後手勝嗎? 好,OK,好,開始 好,OK,好,開始 猜拳先手 對,同樣題目 好,先手打勾一下 好,先手打勾一下 就是上面挑戰者打勾一下 好,說明一下你要乘幾杯 好,說明一下你要乘幾杯 還沒啦,不是一個0啦 沒有,OK,好 好,下一個 沒得選擇吧 那就1倍,所以會是47 OK 我把它贏到以前那個先手的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從他後手 因為,但是他太慢給他奧掉了 其實你在這邊你用15倍的話 一樣會跳到這個選擇 所以我直接用15倍 然後大概 你什麼 來 然後所以我就沒有什麼選擇嘛 所以我只能用1倍 所以呢,剩下的數會是 跟這裡的一樣 也就是2跟1 如果我就輸 OK,好,鼓掌 謝謝 謝謝 謝謝